今天,也许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他的专门家认识他了。 他生于1840年,他出生的时候,英国女王的尖船力炮整隆隆地向这个国家驶来。 他死于1939年,他去世的时候,中国的大片国土已经在日本人的炮火中沦丧。 那年,一个12岁的小孩从江苏单独的私塾走出来,独自一人摸到了上海的徐家会,投进一所教会学校。 史家说,这一走,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走进了历史。 这是位于上海松江的马相伯故居。 马相伯当年在这里曾有三千亩土地的家产。 就在马相伯六十岁的那一年,1900年,他将自己名下的全部家产捐给了教会,办一所中西大学堂,并立下字句,自献之后永无反悔。 马相伯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世家,十二岁接受教会学校的经典教育,结果他成了一位神父。 他以罕见的天赋和一生的勤奋,不仅通晓天文、数学,而且学贯中西、精通拉丁、希腊、法、英、意大利等八国文字。 但是,1875年,这位出色的中国神父,不堪忍受法国教师的欺负,告别了孤寂的教会生活,走出了徐家会。 这一年,法国和中国打仗,史称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中国实际上打赢了,但是签订了耻辱的合约。 在这种情况底下,马相伯,他是把两件事情分得很清楚。 第一个是他的信仰。信仰,他认为是不能够动摇的。 可是,他面对着的当时的一个现实,这个也就是说,现实上面是有外国人在欺负中国人,包括在教会里面。 这个中国的教师跟教徒也受到那些外国教师的歧视。 因为他所在的耶稣会当时的控制权是掌握在法国传教师手里面。 这就迫使他离开了教会。 一个天主教徒的这样的出走,无疑是对教会的背叛。 马相伯由此而登上了大清帝国内政外交的舞台。 在清代中国人拖着辫子,艰难地走向世界的旅途中,马相伯是不可多得的全才人物。 当时的中国不但缺少懂国际功法的人才,甚至连懂洋文的人也很稀少。 以马相伯的才华,理应在当时的洋务运动中可以一展身手。 但在清朝腐朽而又无知的政治外交中,马相伯没能实现报国的理想,还背上了汉奸的骂名。 而陷害他的,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袁世凯。 他的年富力壮的时期,全部贡献给清朝的洋务事业。 整个的壮年生涯都浪费在一向失败的事业当中。 甲午战败后,马相伯实际上是遍体伤痕地离开了清朝洋务和外交的舞台。 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到, 医治中国的愚昧、无知、落后和腐败的最好良方, 就是办教育、培养人。 就是从他的遗作上,能了解一点,你为什么办等待大学, 而且把自己所有的家伐全部拿出来,从遗作上可以看出来。 我还记得遗作是这么写的,一开头就是一个凯,单凯的凯,凯字。 一九零零年,马相伯立下字句, 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献于江南私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手馆, 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府所不及。 然而,马相伯立志教育救国的宏愿, 为何要托付于他曾经背离过的教会呢? 他的母亲是个非常浅诚的教徒, 去世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两个儿子都离开了教会, 是他非常地伤心。 马相伯的母亲曾经跟马相伯,跟马建忠说, 他说,我的两个儿子都是耶稣会的神父, 你们现在不是神父的,就不是我的儿子。 母亲讲的另外一个神父的儿子就是马相伯的弟弟马建忠。 兄弟俩曾朝夕相处,同在学家会学习, 同样学贯中西,也同样精通八国文字。 后来又同为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重要幕僚。 就在1895年,甲午战争后, 他们的母亲去世了。 母亲去世前的遗愿, 就是希望他的两个儿子回到教会。 马相伯在母亲去世后,漂泊了两年, 在1897年才回到许家会。 在这里,他带着对母亲的愧疚, 翻译了第一本中文的圣经。 是因为对清廷的无望, 还是因为对母亲的孝顺, 使他最终回到教会, 我们不能确知。 我们能知道的是这期间, 马相伯还与弟弟一起完成了这本中国第一本语法书, 《马世文通》。 这样过了三年, 就在这1900年, 弟弟马建忠突然死了。 他是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 替李鸿章起草文书累死的。 与马相伯相知相依的弟弟, 生前没有留下任何影像, 只留下了兄弟俩合作的这本《马世文通》。 生命已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一个甲子就是一个轮回。 晚年寂静的生活并没有减少马相伯为这个国家人才匮乏, 前途命运的担忧。 在以后四十年生命旅途中, 马相伯以他为启迪明智, 为育人利人鞠躬尽瘁的事迹, 在中国历史上刻下了一个救国强国的百岁老人的历史影像。 马相伯毁家兴学, 但教会只对捐献感兴趣, 办学并不积极, 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心愿成了一纸空文。 但马相伯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人物, 所以时常有人叩门授学求教。 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都曾前来求教。 其中蔡元培的求学直接推动了 马相伯教育立国立人志向的实现。 每天清晨五点, 在南洋公学任教的蔡元培都要步行来到土山湾马相伯的寓所, 等候马相伯醒来, 坐完成岛, 跟着老人学习拉丁文。 无论寒暑必功必尽, 堪称城门利学。 他认为你要了解西方的话, 你非得要从这个拉丁文这种基础做起, 所以他就找到了马相伯, 希望跟马相伯学拉丁文。 但是他认为蔡元培你已经人过中年, 一个人学没有什么用, 你最好搞一些年轻人来大家一起学。 拉丁文对于西方就如同古汉语同中国文化的关系。 蔡元培在他任教的南洋公学特班中, 挑选了24个学生送到马相伯门下。 后来这批学生中的很多人都标柄史册。 如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 红衣法师吕淑童, 清华学堂首任教务长, 数学教育家胡敦富, 国民党元老邵丽子。 各省的许多青年也慕名而来, 规模不断扩大。 于是马相伯要求教会履行诺言, 实现了他当时捐献家产的目的。 他原来就是要求耶稣会能够同意他办一个学院, 这一个学院就在1903年开始了, 震诞学院。 在这座当年徐家会天文台的旧址上, 马相伯建立了中国教育史上完全现代意义的新型大学。 这一年马相伯六十四岁, 他以坚韧不拔之气, 强力不反之志建设这座学校。 马相伯有很多的创造, 你比如说他主张要文理科并重, 他主张要打好语言的基础, 他主张你必须训练严格的逻辑的思维, 他自现在中国的最早的行事逻辑的教科书, 是马相伯变的。 我们今天大家在那里说中国学生原创力不够, 其实这个问题马相伯当时已经发现了。 他所涉及的课程, 他所涉及的一个教育的方法, 都是他认为要提高学生的原创力。 还有一条, 他就认为教育要自主。 所以他的弟子很能够体会马相伯办学的精神, 包括余优论、邵丽子, 他经常谈到他导师办学的一些精神, 就谈到, 特别谈到这个学术独立, 视权自由。 1916年, 马相伯当年的学生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 提倡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成为传颂至今的北大精神。 追根溯源, 与马相伯办震诞的教育思想, 不乎关系。 我们刚才说, 他对学生是非常爱护的, 可以说他是重建了我们传统, 孔子以来有教武类的一个传统, 在现代重建。 怎么这样说呢? 我们说孔子他办学, 有教武类他不求类别的贵贱, 都一律收入门下。 那马相伯他是把, 只要有才能的人, 愿意学的人, 他一律收入门下。 而且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是余佑任的例子。 余佑任因作师讽刺慈禧太后麦国, 遭到通缉, 逃亡上海。 马相伯毫不畏惧地收入门下, 还免齐学费, 并对他说, 不以空言书分, 救国必先科学。 这影响了余佑任的一生。 马相伯主持的震诞学员, 注重学习的路径和方法, 倡导独立思考。 每逢星期日, 马相伯还亲自主持学校演讲会, 训练学生的演说能力。 在校务行政上, 马相伯让学生选出代表组成委员会, 进行自主管理。 这时候一问题就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这个震诞学院, 要不要像西方那个样子, 把神学作为主客, 并且按照西方的天主教大学的传统, 学生要改新天主教, 或者按照天主教的规矩, 你早上要做祷告, 晚上要做祈祷了。 马相伯虽然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但他认为在大学里, 你可以信宗教, 也可以不信宗教, 切不能因宗教而强制学生。 这就和当时那些法国传教士产生了冲突。 1905年, 震诞的学生已经有150多人, 自主管理有声有色, 学术气氛浓厚, 校务日趋完善。 但那时耶稣会却想要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 改组震担。 自治会被破坏了, 破坏了这个自治传统, 这个是学生不答应的。 第二个就是说, 当时的课程结构也发生变化, 而且让马相伯就无病而入院, 就是没有病到医院里去, 等一下把他挂起来, 那马相伯内心应该非常痛苦。 学生胎了, 七位学生对表, 有余人少女子, 他们去找马相伯, 说马院长我们已经散去了, 但是我们还要读书, 那么当时马相伯是眼泪掉下来。 一个一米八十的老人面对着学生哭了, 马相伯一方面为震担的解散伤心, 同时又为学生的命运担心。 学生中的很多人因为反清, 离开了震担就会有生命之鱼。 学生们希望马相伯能把捐给教会的财产拿回来, 再办一所大学。 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种种屈辱的马相伯, 确信教育乃立国立人之根本, 国与国民所以成立, 所以存在, 而不可一日获无者。 但要马相伯将捐献于教会办学的财产拿回来, 却是不可能做到的。 后来, 已是66岁的马相伯带着学生, 在吴松找到已经废弃的提督衙门回校舍, 办起了复旦工学。 复旦欲含恢复震担和震兴中华的两层意思。 复旦初创举步维艰, 为了节省开支, 年迈的马相伯亲自讲授法文班各课程。 当其误作讲台时, 歌同框巨目镜与鼻端, 终日口讲指画不以为苦。 他把正丹的那三点扳到了复旦, 就是崇尚科学, 注重文艺, 不谈教理。 马相伯有一句话叫开宗民意, 力求自主。 大学是一种思想自由, 学术独立, 这样一种, 这样一个地方。 那么这样一种精神, 被复旦工学集成下来了。 复旦的校歌, 它其中有两句, 是非常有名的, 叫做学术独立, 思想自由。 1931年,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 马相伯心中油愤, 奔走呼号。 他发表演说, 激励国人欲辱自救, 共赴国难。 我国民其蒙醒, 我国民其极其。 识人赞为, 呼号抗日老青年。 这时, 马相伯已经93岁了。 冯一县将军, 也抗日, 缺少粮, 爷爷就逆卖, 一个寿司30块钱, 媳妇对联50块钱, 爷爷一个脚是坏的, 脚坏的, 所以他站着的时候, 做腰, 两个, 我们管他们叫爸爸了, 伺候爷爷就扶着, 那么爷爷就一个脚站着, 写字。 就那么30块, 50块, 30块, 50块, 你们能想出来, 爷爷写了多少钱? 10万块钱。 不停地写, 劝都劝不了, 他写到什么时候, 自己实在写不动了。 才停下来, 休息一会儿, 再连着写。 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鸦片战争中出生的马向伯, 尝遍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外地, 上海沦陷后, 他亲手创办的复旦大学, 迁往大后方, 马向伯也走上了流亡的路, 这时他已98岁了。 马向伯先是流亡桂林, 又因战局吃紧, 他再从桂林流转昆明。 当走到越南亮山时, 他累弱的身子再也走不动了。 不能再走了, 他只好待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的家人都不敢告诉他这是外国, 因为他坚决地不肯, 在这个时候我坚决地不能够出国。 也是在流亡的路上, 他为复旦的学生写下了, 读书不忘旧国, 救国不忘读书, 这是他讲了三十多年的一句名言。 还是在流亡的路上, 马向伯度过了他的百岁生日。 复旦的老师和同学为他祝寿, 老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信中有这样的字句。 国无凝土, 民不聊生, 老朽何为流离异域, 正愧无德无功, 美贤多寿多辱。 中共中央电荷, 尊他为国家之光, 人类之锐。 抗战中的中国, 举国为他祝寿, 老人说, 寿者多辱。 他捐出全部的寿意, 为救助伤员, 接济难民之用。 他的一生, 他的脚印好像一直在那里往前走。 中国有没有爱国者, 我想马向伯就是一个典型。 他始终地贯穿了这一条, 我们从他年轻的时候, 跟教会的冲突。 他的冲突不是信仰的冲突, 而是, 就是说,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该怎么办。 马向伯一生只留下这不多的文字, 但他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时代。 马向伯毁家兴学, 他生命的最后四十年, 已身无分文。 但他培养的大师群心璀璨, 他晚年大部分的时间, 就居住在徐家会的孤儿院内。 但他在中国留下了一个爱国者的无上荣光。 在一个普通的民居里, 我们又见到马向伯唯一的孙女马玉章。 他已经九十三岁了。 在他六个月的时候, 父亲去世, 是马向伯一手抚养他长大。 他说, 爷爷叫我去。 我看见他的眼色不太好看。 他说, 他叫, 他说, 他说, 大孩子, 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 连你自己有的, 爷爷也没有留给你。 你恨爷爷也不恨。 我听了爷爷的话, 我明白爷爷是什么意思。 爷爷说我自己的钱不是我自己的, 是我爸死了以后, 我爸死的时候我才六个月。 爷爷爷的学生子, 爷爷的学生子, 比如说, 余游人, 少列子他们, 大家抽了一万块钱。 送给爷爷, 对爷爷说, 他说, 先生, 酒香还小, 我们没有大的力量。 这个给酒香将来生活费跟教育费请你继守。 爷爷后来就把这个一万块钱, 就应该一个小肉的伴起名女校。 爷爷说的, 爷爷把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 就是这个意思。 当时我很难受, 我就对爷爷说, 我说, 爷爷, 你把我教养成长, 我还没有够孝成你, 怎么能说你呢? 能怨你呢? 爷爷就抱着我大哭。 这是爷爷最后一次跟我讲的话。 没有多久, 爷爷就离开我们去了。 那是11月4号晚上。 临终前, 马相伯以一生的经历而感慨。 自出生之日, 我中华无日不在忧患中煎熬。 有学生看望他, 老人说, 我是一条狗, 叫了一百年, 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一百年, 是一百年。 我中华无日不在忧患中煎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